现在拜登已经在循序渐进的要准备接任当白宫的领导人 白宫的主人就要换人了 那当然川普还有一些最后的挣扎 给他一点小钉子碰啦 让他那么不愉快啦 但这都是小事 重要的事情是白宫就要换主人 美国要换一个新的舵手 那白宫换主人整个的国务院各个部门都会换 国防部长所有的都会换 那么AIT会换人 台湾跟美国中约的这个窗口AIT会换人 就在这个当口 最近美国再来协会AIT 他派驻在台湾的头头 动作很大 大家都知道他是知识参文 知识参文选举已经到公然介入内政 支持台湾的台独 支持台湾的台独已经到公然要反中的领域 是这样一个人啊 那他最近做了一个专题的演讲讲 变动世界局势下的美台伙伴关系 里面讲说台湾啊 今年计划向美军采购总共118亿美金 是公认全世界最大的美国武器采购的地方 哇他很得意啊 这有点像是说我们就Sales嘛 派出各个地方Sales 要向总公司炫耀说 我这个是我是最强的Super Sales 超强业务员 所以你就知道 他在乎的是 在美国卖掉多少东西到台湾来 不管你卖东西南北货 反正就是卖 卖军火最好 因为军火价值高随便卖118亿美元 三四千亿台币啊 那个中间那个毛利有多少 没有人知道 因为一切都是黑箱作业 因为只要讲说是 是军备那就是秘密 高度秘密 高度极机密 你什么都不会知道 所以中间可以上下起手的空间也最大 然后他又讲啊 今年今年就2020年嘛 明年明年就2021年 美国政府已经通知 美国国会 又要卖52亿美元 也就是台币将近1500亿军售 那当然台湾的防务部门 立刻就出面否认 说没有没有 没这回事哦 就是他讲的那个金额 我们都还要通知台湾的立法院 还要等立法院批准 没有这回事 更何况是明年 明年2021年根本没有这回事 所以到底 这个罗生门谁说谎 但是呢 AIP的处长 驻台湾的这个处长 这个头头 他说说台湾 是全世界买美国军火最多的 这个也被打脸 因为随便一个记者 随便一个谁 大家上网去谷歌一下 就知道 跟美国买的可能最多的是阿拉伯 联合大公国 他买的大概是台湾两年的价值 那一年买了200多亿美金 台湾一年买 一百多亿 2019年买一百多亿 2020年买一百多亿 2020年到现在为止看到的 美国爆出来是52亿 明年搞不好又加 不知道 反正呢 你一年不给他买一百亿的军火 保证跑不了好 就是这样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他讲话 那个金额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 是不是全球第一 也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为什么你这个弹丸之地 你要买这么多军火 你是准备有战争吗 你是准备要发动战争 还是准备要引发战争 你当然台湾是没有能力发动战争 你发动战争像谁 像美国吗 当然不是 像日本吗 更不是 日本美国都是扶持你台路的人 你也不会像韩国 也不会像菲律宾 你台湾连碰到菲律宾 都跟龟 都跟龟 都跟龟孙子一样 所以你渴望发动战争的是不是对大陆 你渴望挑起战争的是不是对大陆 那你如果没有搞台独 你没有要反中 你没有要帮美国做极先锋 你有什么战争好打 请问你在这里 你会有什么样的战争好打 那当然这个小头头他讲的话 中间是有很多的猫腻跟蹊跷 比如说AIT他事后他澄清 他说今年美国卖给台湾的军购 公布的数字是55.8亿美元 55.8亿 不是118亿 那奇怪 AIT说是55.8亿 那个小头头说是118亿 那又是谁说谎 那又是谁是事实 好那来看一下民进党 民进党的立委蔡世英他怎么讲 蔡世英是民进党的吗 他不会帮国民党讲话吧 他说他讲的118亿美元 应该是包括过去通过的 现在在执行的军购项目 跟设备保养的维持费用 我们不是说吗 蔡英文上任四年 他公布的 我们只想他公布的 买的军购4000亿 光是2020年买了1000多亿 够多了吧 但蔡世英讲的是说 你再包括有一些零件 就像我们买车 你每年要保养 进场维修 这边修一点 那边修一点零件的费用 教育训练 有的没了 这样一年也要50多亿 所以合起来 可能比较接近事实的数字 是118亿 那你如果一年是118亿 那请问2019年 是不是也是118亿 那你如果一年 要100多亿 一年就是要3000多亿 请问四年是不是 一兆多 一兆多就是 一万亿多 这样看到了吗 就是 浮在水面上的一些金额 是你看得到的 你买的一些东西 它还有后续零件维修 你买今年花55亿 你明年后年 大后年 每一年都要花了很多钱 去跟他买零件 维修 要去教育训练 上课 然后要怎么怎么样 他 他money很多了 那今年跟你要点钱 明年跟你要点钱 好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money 另外呢 明年的52亿 防务部门说 没有 我们没有要 但是 民进党的立委陈寗飞就说 这就是定海神针 希望整个军备更加完整 可以让中国看到台湾的力量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我们当然就不是中国 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话 如果对方就是要瞒骗你 如果对方就是不肯跟你说实话 你到底要怎么跟他讲下去 就民进党今天很公然的说 你就是中国 我就是台湾 我们一人 一边一国 我的事不跟你的事 然后 你还会发现在台湾 还有一些人 假惺惺的说 哎呀 我希望两岸和平 我希望大陆 你不要把民进党当真 民进党他的物入歧途 但是你不要跟他计较 你要有大国崛起的凶风 你要好好的 稳定的走你的路 你不要 在台湾搞台独只是一小撮人 我们会努力的呼吁 让台湾人清醒 你不要紧张 你觉得呢 那大陆当然会有很多人 也会呼应台湾的这种说法 那你就会看到 台湾跟大陆越来越远 美国 他在卖给台湾这么多的武器 除了赚钱之外 很重要的事情是 他一直在讲 因为美国人是这样 美国人 他固然很想搞阴谋 但基于他的民族性 他也绝对 他的每一个阴谋 他都有阳谋 他都直接了当告诉你 老子就是这么干 我就要推翻你 我就瞧不起你 但很多人 就会自己安慰自己 自己告诉自己 说没有 人家美国是很文明的 人家美国没有这样做 是我们自己不够好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加入国际的水准 那美国卖给台湾 高价卖给台湾武器 他除了多赚黑心钱 他也是要把台湾 变成一只豪猪 我要让大陆跟台湾交战以后呢 会台湾可以打持久战 打持久战什么意思 就是打他个血流成河 那打他个血流成河 会达成很多的效果 对美国带来无尽的好处 打个血流成河 双方的人员军备要投入多少 打个血流成河 双方有多少家庭 会失去丈夫 儿子 女儿 这个仇恨结的大不大 打个血流成河 是不是打个 要打个几个月 打个一年 那么美国就可以源源不绝的 在国际间操弄 国际的说法 要组成国际的反华阵线 美国不会自己派兵 但他可以源源的继续 你台湾跟大陆你在打仗啦 你需要武器 我来卖给你 你胆敢不买我的武器的话 我国际上就没有人支持你 台湾当然买武器 所以美国继续卖武器 然后继续操弄反华联盟 这样你懂了吧 这对美国来讲 他们有损失啊 所以美国现在要布一个局 就是当两岸开始不愉快 我要让你更不愉快 我让你最好不愉快 过去 过去长期以来 美国是觉得说 要让两岸不愉快到 还没有打仗 但绝对不允许你很好 但现在美国的策略是 我要让两岸不愉快到 两岸打起来 我也赢 不打 我也赢 这样你明白吗 最好是打 打的话呢 我在全世界抹黑你中国 说你 你中国穷兵独武 你打压人权 民主自由 我要 为勇敢的台湾人 争取民主自由的台湾人 加油 我要支持台湾独立建国 这所有的剧本 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那所以 美国在台湾的 跟在大陆的很多的细胞 他也就会 赶快呼吁说 中国你要和平崛起 你不可以对台湾用武 所以你要 好好的发展你的经济吧 不要管台湾的事 你要对台湾怀柔 你要体谅台湾人 台湾人渴望尊严 我们 不可以把我们的意志 强加在对方身上 这句话一讲 大陆觉得 这样做也不对 那样做也不对啊 是吧 所以就 让台湾 台湾每天叫骂大陆 每天在搞他的台独 大陆除了派出国台办 骂一骂讲一讲 能干嘛 该做的生意 该让的力 继续做 继续让 台湾继续买武器 继续搞台独 继续反中 继续越来越认为 北京是指导 我都已经 干到这种程度了 你还是拿我没办法 你什么事都没做 你不是每天在讲我是同胞吗 既然是同胞 你敢对我怎么样 所以台湾上下普遍认为 大陆是指导 咱们继续搞吧 咱们跟美国抱团吧 我们帮美国来 打压中国吧 注意哦 对台独来讲 对岸叫做中国 那 他们买军购是这样 军备是这个样子 他又讲 台湾是美国今年提账的 5G干净网络的成员 对美台合作有很大的帮助 5G干净网络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叫做贼的喊做贼 美国自己是最不干净的 他运用他在网络上面先驱的技术 运用他的卫星 全球卫星 他监控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民 每一个领导人 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发电子邮件 不管你是用WeChat 用Line 还是你用Google 你在用YouTube 用Facebook 还是你用抖音 你用谁 不管你是谁 我告诉你 你打卫星电话 还是你打越洋电话 你打手机 打桌机 都一样 在美国政府 他的国家安全计划里面 他就是已经 不但是有能力 可以先看你 先听你 先控你 而且 他就已经这样做 大陆的网络 大陆的网络很发达 大家都知道 也很自以为好 但是大陆对于 每一个人的个资 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资料 是毫无防备的 大陆还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很多 很多的人 是毫没有警觉性的会把自己的个资给出去 然后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 你很多时候很多交易 甚至很多往来 人情事故 甚至交朋友 认识人 办事情 你都需要用LINE 用微信 你都需要在网络上面处理 然后大陆跟台湾跟美国其实都一样 那大陆这个地下的黑经济 黑产业链的犯罪系统 更是非常的上中下游都很齐全 你一两块钱人民币 一两块钱人民币 你可以买到一千张人脸 而大陆现在到处很多小区 很多甚至你去看房地产接待处 他都门口都给你放一个人脸电视 他都在监视收集你的脸 两块钱人民币 你就可以买到一千张人 要干嘛 当然是要干坏事 那你在大陆买 外国买不到吗 然后还有专门在卖身份证的 卖银行户口的 然后卖各种各样的东西 还有卖你的网路上 你的淘宝交易记录的 甚至卖开房记录的 卖你的车子行进记录的 这个光是大陆的地下产业 台湾的地下产业 美国的地下犯罪组织都拿得到 那我请问你 美国的CIA 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拿不拿得到 全部都拿得到 人家拿得还更齐全呢 所谓的干净网路 最应该要干净的是美国 美国手上有所有的 连这个每个国家的领导人 都被监听都被监控 大家都知道 这无庸置疑啊 华为今天会对被美国 视为严重的 主要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 华为它在5G上面的技术 独步全球 全球一半 一半的专利权在华为手上 然后它又便宜 第二 就是华为的系统 并没有像美国的公司 美国的所有的科技公司 都被要求 要开后门 给美国政府 甚至无眼灵 但华为没有 就有这两个原因 你骂人家不干净 不干净的是你啊 台美现在签了一个 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合作谅解 备忘录 这个很长 很二口 是签给谁看 签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看 尤其是签给北京看 说我们台美 我们现在 美国跟台湾 我们情投意合 我们绑在一起 狼有情媚有义 我们要联合起来 对付你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谅解备忘录呢 它期限是五年 五年的期限 内容包括什么 第一个就5G 然后电信安全 台湾愿意听从美国的 我们所有的基地台 都不用华为的 甚至不用大陆企业 不用华为 也不用中心 也不用任何大陆企业 说我都不用 我台湾要采购 我只向欧美采购 这个就是他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 21世纪的不平等条件 再来全球健康安全 你美国有什么健康安全 大陆现在新冠疫情管控那么好 疫苗最多的也是大陆 你美国好意思跑出来跟台湾讲 全球健康安全吗 建你个屁啊 我真的想骂出话 你如果是有色人种 你如果是中低下阶层 你就比较有可能是 感染到的那一千多万人 一千三百万人 你就比较有可能是 死去的三十万 不就这样吗 因为你必须每天 跑出去上班 而这个政府 是毫不在意你的死活 毫不管理你 你就是必须跟病毒搏斗 那这个全球健康要按照美国的标准的话 你还有什么健康呢 另外一个合作是科学与技术 这个科学与技术呢 其实主要就是在半导体跟产业链 台湾在科技上面有很完整的产业链 在半导体上又有独步全球的半导体硬体技术 以人口比例来讲 台湾算是非常了不起 那么美国就不允许台湾跟大陆合作 你说台积电 联发科 大力光 谁不想跟大陆做生意 台积电还在南京设厂 还在扩产 谁不愿意啊 对不对 美国就不准 所以联发科也好 台积电也好 就我想接华为的单 但我不能够接 这个就是所谓的合作 科学与技术的合作 其实想一想很悲哀 我要跟谁做生意 美国人不准 凭什么 美国跟台湾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 就要锁死 要把台湾紧紧的揽在怀里面 一来台湾是我美国的禁卵 只准我利用你台湾 不准台湾被北京利用 那台湾现在因为 你教育 你要台独 继续走台独教育 你要靠什么 就是靠教科书 教科书就规定了 你要教什么 你要背 你要考试 那什么来管教科书呢 就是课纲 课纲谁来决定 课纲就是教育部 他要立一个课纲委员会 那课纲委员会就要有各种专家 那里面一定要有 在现场教的老师 结果现在又有事情 我们知道台独是一年比一年台独 现在他们108课纲 已经非常台独了 未来现在还在修 还要更台独 那其中又加入了一个东西 叫做 诶 我们台湾 我们要用很多本土语言 什么叫本土语言 台湾的本土语言是什么 它有十几种本土语言 结果它就要把闽南语 客家化 还有原住民的各种语言 全部都要算进去 叫做本土语言 中小学老师说 不行啊不行啊 我们现在要教的 要教数学 要教国文 要教历史 要教这么多 我们时间不够用啊 你要再花这么多的时间 再去教闽南语 然后你有这么多的闽南语的老师吗 然后你为什么要教闽南语 既然是母语 应该在家里念啊 好 结果不行 因为现在有个叫做语言发展 语言发展法 民进党又立了这个法 语言发展法 你看到它整个逻辑 它就是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台湾既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当然就要有自己独立的语言 然后那个中国意识就更缩小 它将来如果说 英语变成法定语言之一呢 那台湾不就更像新加坡了吗 我一直提醒大家 台独在台湾要做的事情 它一直是以新加坡为师 它要把台湾变成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华人有75%啊 台湾汉人有90几% 但它没关系 它逐渐从东南亚一直移民进来 它要把汉人 把我们中国人的协同 一直下降到80几% 80%以下 搭配着它台独的教育 搭配着语言的政策 搭配着美国在幕后的推动 跟日本 台湾就新加坡华 有点像说 莱克多班猪肉 收了进猪肉 明年1月要进口 就一年如果进口8亿 其实很少 8亿台币的这个收入进出 蔡英文说 我没有要强迫你吃哦 你们不一定要吃哦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8亿买下来 我把它消费 我们保证不要吃 不行 就一定要进来 一定要逼你台湾人吃 如果美国人你要我买 没关系 我买8亿 买了以后我把它消费 把它烧掉 不准人吃可不可以 不行 然后呢 为了要在美国买这8亿 已经花了8亿 台湾还要再编120亿 去补贴农民受的损害 然后还要再花好几百亿 去承受台湾整体国民的健康的损失 然后整个台湾猪肉产品形象的损伤 这是哪一笔生意 这种生意 你是个人都不该赞成 结果竟然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这个台独教主之一的离愿者 竟然还说 哎呀 莱克多巴那在人体里面会带些掉 伤害不大 什么叫伤害不大 什么叫做伤害才大 因为它现在是进口 多少也不讲 进口的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也不标示 因为你标示我这一块猪肉 有莱克多巴胺 它现在也不准你标示 然后台湾也不能够派人到美国去查工厂 那你就随便进口随便吃 随便乱 这怎么会没有 没有伤害 把美国的制度随便误轮吞枣弄来台湾 胡乱瞎扯 整死两代的 不就是你李远哲吗 然后不就是你这个李远哲搞支持台独吗 不就是你这个李远哲 自己中研院院长退下来 然后自己修改你中研院的内规 然后自肥你自己 每个月领退休金吗 领那个超级无敌高的退休金吗 然后一直被骂 骂到2015年 我们骂到2015年再厚着脸皮 再厚脸皮不好意思 领下去 这个李远哲讲的话 你相信吗 你可以相信西方国家的 他们所谓的 人权民主自由 你相信吗 然后李远哲呢 他自己不但是自己开辟了这个西境 自己可以领高的退休金 后面的陈建仁 翁启慧 吴茂坤 这三个人 特聘研究员 李高兴 非常爽 大家最近也都应该有听说过 隐隐约约听到 澳洲他怎么会去虐杀别人 澳洲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吗 二次大战 不是 是最近 是21世纪 我们来看看 11月19日 澳洲自己的国防部 他终于在压力之下 他被迫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他承认 澳洲特种部队里面的空降特勤队 简称叫做SAS 跟突击队 从2009年 就是11年前 开始犯下一系列的反人类罪 战争罪 他用戈喉 射杀的方式 虐杀了最起码 39名战争俘虏跟平民 哪里的战争俘虏 阿富汗 你就看到 以西方基督教文明 白种人的澳洲 他在阿富汗 因为阿富汗当地叫中东 他虐杀了阿富汗 战争的俘虏 我们都知道 两军作战 你杀我 我杀你 但是一旦是 战争的俘虏 战俘虏 你就必须给他 人权的 对待 你不可以虐待他 更不可以虐杀他 结果他是虐杀 用虐待的方式 虐杀阿富汗39名战俘 更可怕的是 还有平民 那杀人跟 处决的方法 是非常可耻 为什么 因为 完全不需要杀 他有些时候 他杀这些人 为什么 因为要练习呀 是为了要训练军队杀人 就跟以前 日本军队在中国 把老百姓抓来这样杀 要让这些军人练习杀人 他说为了要练手 练习杀人啊 另外 谎称说打成手杀 或者是指挥阶级军官 命令下属 射杀囚犯 以帮助他们美化部队的战机 捏造囚犯死 有的人 有的囚犯是被他杀的 他就说 关一关他自己死了 然后有的人 把他被他抓过来杀了 然后报告写成说 是在战场上杀的 举几个例子 澳洲的SAS 因为怀疑两名 14岁的男生男孩 是塔利班政权的追随者 他怀疑 有没有证据 没证据 就只是怀疑 结果把他们当成鸡 割他们喉咙 放血 你知道这有多残忍吗 喉咙这样割开了 他慢慢死 他血这样子喷出来 慢慢死 一时还不会死 慢慢死 放血 把全身的血 从喉咙这边放走 流干 放血 并且找来其他的士兵 一起清理残局 把尸体打包丢进河里 美国的ABC 他公开了 这十锤 公开了虐杀的影片 有视频 有一名澳洲的军人 站在手无寸铁的平民面前 是平民 我站在平民面 问我上级说 我们要不要放过这个人 后来还是直接处决 这名全缩在地上的男子 然后 这个平民是在地上 滚在地上 然后我就问上级 我不要放过他 然后上级当然说不要放 我就还是处决他 有跟澳军合作的 美军陆战队 队员也说 因为 直升机上 没有足够的空间 因为我要把 俘虏 用直升机 带走 可是我只能够 带这些人啊 多出来一个人 怎么办 我就直接开枪 把他毙掉啊 把他 砰掉 我就不用 带他走了 你这听得下去吗 这是澳洲哦 澳洲是怎么样子的 针对中国 口口声声 然后讲到香港 也用人权 讲到新疆 讲到任何东西 都是他狗屁人权的东西 结果他自己干这种事情 而他讲香港 讲新疆 都没有证据 比如说讲新疆 结果证明啊 他们说所谓新疆的集中营 结果是什么 是新疆的学校 是新疆的养老院 养老院跟学校 都被他们说成是集中营 可是他们自己的影片 就证据他们滥杀无敌 有一个陪着SAS巡逻的官员 他就跟这个ABC这个媒体说 有一名阿富汗的男子 逃跑的时候 扔掉手机 手机扔下来了 扔掉了 停下来以后 高举双手 投降了 我们都知道 高举双手 就是手机也拿掉了 双手 举下来就投降了 好 站到那里不动 等军队接近他的时候 士兵毫不客气 直接朝他胸口 双双两枪 然后经过他身边的时候 又对着他的头 又双一枪 巡逻队就继续往前走 他说那个人说 当时我只落后五到十公尺 我看到的画面是 那个人举起双手 就像那个士兵在练习打靶一样 有一个人把手机扔掉了 他身上没有武器 他双手举起来 然后你对他胸口 双双 又对他的头 双 你是人吗 然后澳洲国防部总司令 坎贝尔说 我代表澳洲国防部队 向阿富汗人民 真诚而毫无保留的 替澳洲士兵的任何错误行为道歉 我跟你讲这个道歉叫猫哭号子 鳄鱼的眼泪 为什么 你这是一个集团性 不是个人的 是这么多的澳洲的军队军人 完全没有把阿富汗当成人看待 这个怎么会是澳洲国防部 他的总司令来道歉就可以 这不应该是澳洲国家领导人道歉 他只是替澳洲士兵的错误行为道歉 所以他更不要理 他把这个错推给说 一个很小的士兵犯了错 然后他又要显示他的高大上 你看我们西方人白种人 我们澳洲人是多么的高大上 我们懂得道歉 一个士兵的小小错误 我们都要真诚的道歉 可耻 这有点像英国的外交官 在重庆好像是 去救了一个中国的人 救了中国人 然后还要英国的媒体报道说 你看中国人冷漠无情 都不会去救自己的人 还要等着我们的人救 但事实上那个视频后来揭发 你用视频来看 事实上本来当地本地人 中国人本来要跳下去救 只是他跳得很快 别人也要跳下去救 而且他故意不提 当地的中国人 把救生圈也扔给他了 他是凭着中国人的救生圈 后来回来 可耻吧 不要理由 就自己救人是救 是高大上 中国人都不是人 中国人是低等民族啊 你怎么懂得这种高尚的情操呢 坦白讲啊 我不是说大陆的很多地方 没有那种冷漠的 没有无情 不是 但是人家 当 就这件事情 当地的人本来也要救 然后视频也证明了 人家扔给你救生圈 你是凭着人家扔给你的救生圈 人家救你 大陆也有很多的报道 有多么的多的人 是热忱的 去愿意去帮助陌生人 去救人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所以你英国的媒体 怎么会这样子呢 要吹捧自己的外交官 然后就要鼻逼中国人 在澳洲这个也是 厄远的眼泪 哎呀 我们白种民众好高贵啊 我们懂得为了一个士兵 来向你阿富汗人道歉 恶心 这应该是国家层次的 道歉 赔偿 真诚的道歉 10月27日 澳洲军方开除了13名现役的士兵 所以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集体的虐杀 这绝对不是孤立的事件 中间牵涉到了文明 跟文明中间的冲突 还有歧视 也牵涉到种族中间的歧视 更牵涉到国家强弱 强凌弱 众暴国 强国对弱国的欺辱 那这种事情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最近我看了有一篇文章 我很有感触 有一个在美国纽约 读了书 后来也留在美国工作 一个女生 一个北京的女孩 那留在纽约工作 也申请到工作签证 而即将很有可能就可以拿到绿卡 我们知道 你申请拿到绿卡 绿卡五年以后 你就可以申请美国公民 那在这个时候 他宣布他放弃 他要回到北京去 那他自己也说 这等于他很长久的经营跟努力 都付诸流水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我之所以会重视 是因为我觉得他很真实 他没有把自己包装成说 哎呀我就只是因为爱 他很诚实的 觉得说 他在当初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的尊敬美国这个文化 然后在美国下来 你看到他一直努力想 为了留在美国而努力 而疫情跟特朗普 所有种种的 以及特朗普的政府 对华为的打压 对微信 抖音这些打压 也让他看清了 所谓的资本主义 跟美国政府他们的伪善 然后他觉得 活在中国的社会 第一他会比较快乐 第二跟这个社会 能够交融 而不是边缘人 第三个 他觉得他比较容易成功 那我觉得 这是一个蛮有行动力 而且很有反省 很有批判能力的一个 中国的年轻人 觉得很霸 出去看世界 但没有被这个世界迷惑 并不是说 自己的国家 就一定 哎好棒霸 不是的 应该是说 第一 全世界 没有完美的社会 没有完美的国家 第二 自己的国家 什么东西好 什么地方好 什么地方不好 在经历国外的游历一圈以后 可能有更多的比较跟体会 第三 有哪里不好的 我们的努力 就可以让自己的国家更好 其实还有第四个体会是什么 就是 好跟不好 是与非 对与错 他很多时候 他不是 绝对 他是 很多时候是主观的 很多时候是比较 西方 他的对 不对 需要我们 一代人 两代人 我们 好好的 仔细的思索 因为 全世界都这样 强势文明 总是会让 弱势文明 会 屈服 会 全面拥抱 那在全面拥抱之中 我们是不是要想到 我们拥抱的 对我们是毒 毒药 还是良药 全面的西化 全面的引进 美国的制度 真的是对的吗 美国的制度 真的是好的吗 这个美国的制度 不是只是说投票 包括金融 美国的金融制度 我必须要一再讲 这是祸国 在美国实施的 金融制度的情况下 让美国财富 极大化的集中在 最少数的金字塔顶段 制造了许许多多的 愁苦 社会的分配不够 也创造了很大的条件 要逼迫着美国 要向外发起战争 所以美国的金融制度 其实是非常祸国养的制度 我非常非常的害怕 怕大陆 会在继续的开放的情况下 不小心的 过度的引入了 美国或西方的金融制度 我觉得要引入任何一个制度 一定要变正式的去引入 包括说最近的 很多金融跟科技 跟网络金融的很多事情 都在在的向我们政府 很多私心 很多私欲都会假借着 科技 假借着 人类的未来 科技 开展 进步 鼓励创造 然后就逼迫了 政府从公平 正义 从保护人民的根本里面 彻底退缩 好 今天先讲到这里 明天再来 说说别的故事 这一期 明天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